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份工作是跑的是货菜市街 我跟父母一起开这个水果店 还只开了两个月 但是我这个收入还是很不错 他和家人对另一半有着这样的要求 我想找一个媳妇 那都是能够帮我打点守门面那种 遇上有着共同理想的他 想做点小生意 然后开个小卖部嘛 两人相处愉快 到底是怎样的问题 让女嘉宾心生担忧 就是说不出那些事情 前一秒男嘉宾的妈妈 还对女嘉宾赞不绝口 师父嘛 师父 这么满意啊 满意 可为何之后却说出这样的话 都给互相一个空间嘛 都可以考虑也好 男嘉宾的深情告白 能否最终打动女嘉宾 黑风雷 拉双眼动人 小生个美人 凡人有喜 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有喜 我们等你 爱情考证曲 外不放弃观众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戏 我是叫特别云南 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8615868 我们今天来到的位置呢 是位于巴南靠近 岐江中间的那个一品 所以现在我们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一品正街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 是因为今天我们的男嘉宾 24岁 我觉得她的长相 是那种很可爱的类型 而且呢 我觉得她人很好 姓李哈 关键是24岁的年纪 对生活呢 非常非常的认真和努力 在这个地方呢 他们家啊 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是涵盖了 他们这个地方的一个货车行业 而且家里面还做了 其他的一些小生意 接下来呢 关于收入问题啊 住房问题 相信都是大家非常想要了解的 我们通过一段视频 来认识一下他 大家好 我叫李东 今天2014岁 我身高一米起步 其中一百七 大家来看我那个 强势一百七的小胖子吧 不看我现在只有24岁哦 现在我自己有两份工作 一份工作啊 是跑的是货载时间 担机啊 有七千左右的工资 然后忘记跑到一万多 这是我的另一份职业 我跟父母一起开的那个水果店 这个水果店里面 这是和那个富士店 都是我们一起开的 虽然我们这个 孩子开了两个月 但是我这个收入还是很不错 本期交友男嘉宾 李东 24岁 身高一米七五 职业 货车司机 同时经营水果店 月收入一万元以上 我的货车司机 我的货车司机 要求完呢 是要求在身高一米六左右 然后年龄的20到24岁之间 性格啊 要温柔 善良大方 对孝敬父母 我一米七五 看到我有点小胖 但是我还是想找一个 不想小伙子比的嘛 漂亮比的嘛 找一个小家比喻来这个 女士流行啊 希望另一半一起跟我一起去 来这个打拼 毕竟我是一名货车司机 还监那个 对生活 那个管理那个水果生意 毕竟父母年龄 那个年龄越来越大了 他那个留下来的一些生意啊 一关都是我们来继承 然后也是希望我年龄一般的人 跟我一起来这个 照顾这个生意 来这个一起打拼 然后一起进步 一起那个 去创造更好的生活嘛 男嘉宾的则有要求 一 身高一米六零 年龄20到24岁 二 性格温柔善良 孝敬父母 三 希望对方外星亮丽 能够和自己打拼 做生意最好 找个女朋友一起做生意 这不仅仅是李先生的想法 同时也是李妈妈的愿望 我们另外小时候门口 还有一个富士点 另外是买小时候 晚日吃的水啊 奶啊 还有那个烧烤之类的 我想找一个媳妇 那都是能够帮我打的 帮点忙啊 都是带起手门面那种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男孩子也是非常勤奋的 每个月的收入 达到了七千至一万 而且还开了水果店 做副业 在年轻的男孩子当中 算是非常有上进心 而且有规划的这种类型了 那么看一下 今天的女嘉宾是哪一位呢 大家好 我叫卢群慧 然后今年23岁 身高是16岁 体重一倍不大 然后现在住在九龙坡区 老家是西江的 本期交友女嘉宾 卢群慧 23岁 身高1米64 未婚 暂时代业 以后年龄想找23岁到28岁左右 然后年纪比我稍微大一点 让我感觉比较包容我 我比较舒服嘛 比较喜欢肉猪猪的嘛 因为我比较偏瘦嘛 感觉肉猪猪的比较有安全感 身高的话 也没得好大的要求的 比我高点 然后一起年龄175左右嘛 然后想找一个有事业先 然后比较上进嘛 然后对家人啊 父母啊 对我好呢 任何一个人都行啊 然后以后我妈都想 做点小生意 然后开个小卖部嘛 然后和我 以后未来年一班 一起搭片 然后比较有动力 女嘉宾的走委要求 一 身高1米70到1米75 年龄23到28岁 身材胖一点 二 有事业心 尚尽心 对自己和家人好 三 希望和对方做点小生意 好 看一下今天的女嘉宾 我一看她我就知道 这个外形啊 肯定是男嘉宾这种直男喜欢的 就是瘦瘦的 白白的 很清秀的样子 而且我们的女嘉宾 又喜欢胖嘟嘟的男生 哎呦 这简直是为我们男嘉宾准备的 非常适合她的类型啊 而且女嘉宾的未来的规划 也是希望能够开个店 两个人一起创业 OK 两个人的 目前的契合度 我觉得是相当高了 只是有一点 妹子 我听了一下男嘉宾妈妈说的话 现在呢 家里是开着店 又很忙 什么烧烤啊 乱七八糟 很多生意都在做 是急需一个儿媳妇 来帮着一起打理生意 我不知道你对未来开店的理想 是否是这样的 而至于男嘉宾家里 会对未来的儿媳 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这个需要你好好的去谈一谈 那今天既然女嘉宾来到这里 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具体想要安排表现的地方 把我的那个货车开出去接女嘉宾 然后让她震撼一下 看看我们那个 遇见我的身材嘛 看见可能看见很魁梧 然后我觉得开那个车去接一下 看看能不能 看能不能更能打动一下 里边能摸看 我感觉她在模拟一个 我是爱情的震天虎 然后第一眼就把你震出的感觉 为了不能提前这个见面 所以她在桥的那一头等你 接下来我们爱情的震天虎 就要开着她的货车 去和你的女嘉宾见面了 这会是什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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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